周先生的激将法不但对复婚没起作用 反而给大儿子的学业造成了严重影响 父子之间的关系也从此有了裂痕 然而他却并没有就此停止复婚的想法 而是在苦心等待了几年之后 也就是2018年小儿子高考完 他又打起了小儿子的主意 我是只是听我小儿子这样的说了几句 爸爸还是想复婚的念头 他跟我说了 但是我跟爸爸说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就自己去说 为什么要我去转达 然后他就说 那个也不是我的事吗 我打他也只打过一次吗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怎么就要弄得现在还在记着 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 后来他就不高兴了 两个就吵架了 而且那个回答让他不高兴了 对 吵架了 那天晚上反正是弄到 晚上的十点多钟还是十二点多钟的时候 他就把风向盘转转乱开的 把小儿子给笑得听啊 真的是混混破酸了 听到我爹有些缺点的问题啊 是啊 这些缺点是有 这些缺点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他一直偏向他母亲 什么事情他母亲是对的 我是错的 为什么儿子会说 你要想复婚 你就自己去说 我没跟他说复婚啊 小儿子都很有毛的 他就说过 他说看样子你们之间不可能在一起了 他就讲了一句 从你当我最深刻的心里 他就说老爸 还说我老妈有女子 我说好嘛 你跟你老妈去过 最后了嘛 我激动了嘛 方向我就是这么摇 心情了嘛 就是很糟很糟 我感觉了嘛 什么事情 我都一无所有 我老婆不理解我 可以 连我的娃娃都不理解我 那么我放弃 也可以